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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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你好 我是家父姐姐 歡迎你來到網上教室 你叫做什麼名字 字幕提供 很開心在這裡見到你 我們要開始課堂 現在會一起去唱《上課料》 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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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故事带到你 乐乐交游记 乐乐今天和同学一起出发去行山 天气开始越来越热 乐乐带了水瓶、毛巾 准备出门口了 妈妈问乐乐 乐乐,你准备好行山的物品没有呢? 当然准备好了 你看看,水瓶、毛巾都在这里 现在是夏天 山上会有很多蚊 你要穿浅色衣服和长褲 和戴蚊怕水 如果不是,就会给蚊针了 乐乐看着自己的黑色T恤 就说 但是,我很喜欢这件衣服 现在这么热穿长褲 真的热死了 穿短褲才凉爽的 还有,乐乐 现在太阳很猛 你要穿防晒箱 如果不是,就会晒伤的了 不用了 我最不喜欢擦防晒箱的了 搞到面和身都黏黏黏 行的了 我会自己照顾自己的 我出发了 乐乐和朋友仔一路走 山上的风景真是很美 空气又清新 但是,走着走着 乐乐开始觉得越来越痕 转眼间 手和脚都红红种种 因为被蚊针了好多下了 美美见到 马上拿了自己背囊的蚊怕水出来 让乐乐喷 这个时候 乐乐才发现 其他同学 都是穿浅色的衣 和长褲 只有他一个 是穿着黑色衣 和短褲 怪不得 会吸引了些蚊来 在山上 走了三个小时 终于都下山了 美美看着乐乐 突然间表现得很惊讶 啊,乐乐 你的脸 和脚 什么事啊 为什么这么红 原来 乐乐没有塗到防晒伤 又没有带帽 好 结果 经过几个小时 面 和脚都晒到红了 乐乐 还开始觉得 晒伤了的地方 有点痛 乐乐很后悔 没有听妈妈的说话 搞到被蚊针 又晒伤了 以后 他都会记得 要穿合适的衣服 和要做适当的防蚊 防晒措施 小朋友啊 听完乐乐的故事之后 你有记不记得 行山要穿什么 色的衣服呢 和要带什么的物资啊 不如你在Facebook 留言告诉家父姐姐听 游客团 家父姐姐游客团 家父姐姐我曾去过世界不同的地方 参观教堂 例如意大利 法国 当然还包括香港 不过要数最特别 印象最深刻的教堂 就一定是这间 这间教堂位于台湾 今天就带大家去看看 今天要介绍的这一间教堂 是位于台湾中部的扑里 这里有一座 只有一层高的教堂 这座教堂 每年都吸引了很多游客去参观的 那这间教堂 有什么这么特别的地方呢 原来整座的教堂都是由子造成的 最初建造这间教堂的不是台湾 而是日本 日本和台湾都是久不久就会发生地震的地方 日本人在1995年经历过大地震之后 建筑师想到利用纸筒 建了一间教堂出来 因为纸是轻巧的 而且可以很快地装嵌好 当时这座子教堂 除了作为教会聚会的地方 更加肩负起联络社区 安慰受伤心灵的责任 到了1999年 即是21年前 台湾的扑里 发生了一次非常严重的地震 因为这次的地震 很多的房屋 建筑物 都塌了 当中 还包括了很多人伤亡 台湾人知道日本 有这座的子教堂 于是就询问日本 可不可以将子教堂移到台湾 结果在2005年的时候 日本的子教堂 做完最后一场离杀 就正式被拆开 并且移送到台湾 到了2007年 新的子教堂 就正式在台湾啟用了 这一间的子教堂 由58斤的子馆组成 除了柱身 教堂里面的长椅 都是用纸做的 加上天幕 和柔和的光线 真是令人觉得很平静 真是令人觉得很平静 在台湾 象征着人和人之间的爱 和互助 并且肩负着社区重建的使命 亦都给大家 能够记住 蒲里这段地震的历史 想不到原来 纸都可以用来建建筑物 建筑师真是厉害了 大家有机会的话 都不妨去到台湾的蒲里 参观下这间子教堂 律动时间 我最爱手电缀 齐齐内排队 上巴士和医生 都要学得排队 到公园黄森香 都要带得队 好 了 全都可以用来 我最爱手电缀 齐齐齐内排队 上巴士和医生 都要学得排队 來到公園 皇珊廳 都要排得對 在再跳多次首歌之前 讓我們一齊來做一次拍子體操啦 在在這個身上 為這首歌 可以以下距離 按摩 我們贏 按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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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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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乐斗智识 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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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應該聽到 在足球場的四周圍 有很響亮的烏烏聲 今天就想介紹這一件的樂器 它叫做烏烏姐 中文就叫做烏烏祖拉 或者毛毛之拉 有人就幫它改了個名 叫做南非大喇叭 這一件樂器可以說是在足球場出生的 為什麼這麼說 因為它在50年前 墨西哥體育館就出現 去到2010年的南非世界盃 更加成為官方作威打氣的工具 好像有足球場就有它 有人就說 它的聲音好像小號 有人就說 好像烏鷹飛下飛下 更加有人說 好像大象的叫聲 不知道你又覺得它像什麼 有人說它的聲音很有趣 有人又非常討厭它 但是無論如何都好 大部分人都認同的 就是這一件樂器 真的很吵 很大聲 大聲 可以令到比賽更加有氣氛 但是 就帶來很多的問題 例如 因為支持者不停地吹奏 烏烏祖拉 比賽中的球員 就很難溝通和集中注意力 甚至 有球隊因為覺得太吵 他們要帶著耳塞才能比賽到 另外 如果球場發生了什麼特別的事故 觀眾也會因為聲音太大 根本都聽不到大會的廣播 如果有喜事上來 真是很危險 還有呀 還有呀 當一個人吹奏烏烏祖拉 在你前面的觀眾 他的耳朵就慘了 因為這麼大聲的烏烏祖拉 很可能會令到他的耳朵受傷 甚至乎 有研究顯示 吹奏烏烏祖拉 比咳嗽更加容易導致感冒 和流行病毒的大規模傳播 嘩 難怪呀 有體育記者說 這件樂器是來自地獄的 好恐怖的 烏烏祖拉這件樂器 是不是很特別呢 其實呀 他還有很多故事的 例如他的起源 或者 他在足球場出現的有趣故事等等 不過 看一下先 今天的時間都差不多啦 遲些再說啦 拜拜 拜拜 齊來做個小偵探 各位小偵探 歡迎你和我一起去參觀動物園 這裡有很多動物 不過 管理員叔叔說 我們要認得每一隻動物住在哪裏 才可以繼續參觀 你可以幫忙嗎 我們一起加油呀 西牛是在1、2、3、4、哪個位置呢 是在3號位置 那海豚又在哪裏呢 沒錯啦 就是在2號位置 第二題 請你留心觀察 記住動物的位置呀 小偵探 蜜蜂是在哪個位置呀 請你指出來呀 是在1號位置 那蛇又在哪個位置呀 好 沒錯啦 是在3號位置 第三題 請你記住動物的位置呀 牛 是在1、2、3、4、5、6、5 哪个位置啊? 是在1号位置 蛇又在哪里呢? 是在2号位置 第四题 请小精探你记住动物在哪里 西牛是在1 2 3 4 哪里呢? 是在3号位置 那 鸡又在哪个位置啊? 是在4号位置 是在4号位置 加油啊!小精探! 我们继续留意动物住在哪一个位置啊! 海豚是在哪一个位置呢? 请你指出来啊! 是在2号位置 是在4号位置 那猫头鹰又在哪里呢? 请你指出来啊! 是在4号位置 是在4号位置 小精探! 答得好啊! 全靠你们的帮忙! 我们现在可以跟着管理员叔叔 进去参观动物园啊! 快点出发啦!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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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